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字幕提供《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您好 我是陳英傑 又回到時事觀察 上一集我們講開 美國曾經出現過一些 極之平凡的副總統 我們特別提到老布殊的副總統 Dan Quill 在很多公開場合的演說 詞不達意 又不懂得處理大場面 回想回頭 他還未做副總統以前 他是印第安納州聯邦參議員 這位的確不容易選 有時我也不明白 究竟是否美國選民本身的智慧 也不是那麼高 Dan Quill 他的政治水平 在1988年 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上 表露無遺 通常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都沒有人記得 因為主角 畢竟是總統候選人 Dan Quill 在這次辯論的表現 極之差 但老布殊仍然做了總統 但這個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本身也創造歷史 當時有一篇幽默的文章 就說 如果你想知道 要做一個最差的副總統候選人 要什麼條件 你一定要看這個辯論 最精彩的一節 就是辯論大會的主持人 問Dan Quill 如果一個總統不能履行他的任務 請你解釋 為何你有條件去接替總統 理論上這個問題 他已經在無數的競選大會裡 答過數千次 而他竟然不能給到一個直接的答案 主持人竟然要把問題解釋幾次 他說了一句 我在國會的經驗 可以和金乃迪相比 金乃迪是反對黨的歷史人物 豈不是益了民主黨的對手 為何他不拿朗露烈根來比較 這還未夠尷尬 他的對手 Lloyd Benson 年紀比他大26年 他用好穩重的語氣回答 就說 參議員 我曾經和金乃迪一起共事 Senator I serve with Kennedy 我認識金乃迪 金乃迪是我的朋友 I knew Jack Kennedy Kennedy is a friend of mine 參議員 你並非是金乃迪 Senator You know Jack Kennedy 他的回應 引來全場的鼓掌 Ben Quill的臉色 黑個圓壇 在這個選舉中 老布什就贏了 事後也有人分析 其實 Lloyd Benson 的表演 更好 那個Michael Dicoccus 即是當時的總統候選人 如果他們兩個人的角色 調轉的話 Benson 會擊敗老布什也不定 You know Jack Kennedy 這個名句 就好像更出名過那次的總統選舉 這麽精靜的名句 也證明 强而有力的辯論 是不需要太複雜的語言 原來Benson 說這幾句 他不是即興爆肚 他是有準備的 因為他的團隊幫他做定家貨 就發現Dan Quill 在他的競選演說裡面 曾經好幾次 將自己和甘乃迪比較 果然 在辯論的大會上 真的將甘乃迪拿出來比較 Benson 當然是流口水了 正中下懷 當時採訪Dan Quill的記者 也有這樣的觀察 他的確認為自己是 共和黨的甘乃迪版本 他也是英俊小生的一類 他也很清楚傳媒批評他 據說他沒有經驗 另外他自己也只有41歲 所以他對這方面比較敏感 那麼多人 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就不會影響到整個投票結果 老布殊也是勝出 但這個辯論 嚴重影響了Dan Quill的政治前途 他做了四年副總統之後 也曾經嘗試過競選總統 但從未得到提名 鼓勵各位上YouTube 《重溫歷史》 你只要打上 You are no Jack Kennedy 那一段最難忘的對話 就能夠出現 我的印象就是 通常副總統每次有新聞 都是負面的 如果隔了一個時期 沒有新聞的話 傳媒又懷疑副總統 究竟在做什麼呢 究竟是否做就被人罵 不做就被人罵呢 美國人幾百年來 嘲笑副總統的地位 好像一個花瓶一樣 用來裝飾 說得更噁心 他是總統的門口狗 以前也有一個例子 就是總統本身 在傳媒面前 毫不保留地 低變自己的副總統 艾森豪總統 這位二次大戰的英雄 他給人的形象 絕對不是特朗普的人 但他也很公開嘲笑自己的副總統 尼克遜 有一次記者問他 你的副總統過去八年來 對你的施政有哪一方面 有重大影響呢 他就說 你要給我一個星期才有答案 所以做副總統就是這麼慘 但尼克遜也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可以說他什麼政治的斧頭都捱過 到他1960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就被金賴迪擊敗 他就回去加州競選州長 誰知都可以輸 他當時有一句名句 You d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 他就說 你都不要期望我再出來封訴 他低調幾年之後 到1968年走出來 再選美國總統 他終於贏了 而且還連任 他的八年施政 鋪貶參半 一方面 歷史學家 當他是有史以來最差的總統之人 但同時 也有修正學說 可以說為他平反 有一點我們華裔聽眾最熟悉 就是他的乒乓外交 促使中美關係正常化 也鼓勵中國 緩和開放 美蘇關係緩和 這是他的外交成就 但是越戰和秘密轟炸柬埔寨 也是他的很醜陋的外交苦點 內政方面 他也因為水門事件而辭職 而且他辭職之後 也有讚文 評論中美蘇關係 也有作書 很多學生都認為他在國際關係方面 他是有軟建的 但是做總統的時候 的確是黑相作業 另一方面 聯邦的環保局是他成立的 處理沿岸污水問題 供水系統現代化 又譬如定立空氣染污標準的指數 差不多是由他開始的 美國的環保運動 也差不多是時候興起的 是對全美國有深遠影響的 不說你不信 沒有環保局之前 美國很多地區的排污 直接流入海洋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上環 去深水埗的碼頭 在碼頭旁邊 我見到一個很大的排污出口 你用今天的標準看 我們就認為難以置信 原來美國未有EPA之前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在美國南部 有些極之貧窮的地區 我相信仍然有排污 染污環境的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說尼克遜 說整天都說不完 彭斯的作風差不多 拍得住尼克遜的情操 就是能屈能伸 刀槍不入 在去年的大選中 彭斯採取我認為是頂天立地的行動 在最重要的一刻 封實特朗普 思想如果特朗普 真的能夠推翻選舉結果 美國將會變成一個什麼國家 我自己推測將來的歷史學家 對彭斯的評估都會是正面的 除了政治大危機之外 彭斯在特朗普四年裡 的確是沒有什麼作為 他的專才就是幫特朗普 拉攏那些極右的教徒 說得諷刺一點 這個任務也不容易 因為特朗普一輩子都不去教堂 特朗普最初競選總統的時候 記者曾經問他 《聖經》裡面有哪些教條 你特別喜歡的呢? 他是答不到的 彭斯就像是一個很忠實的僕人 跟特朗普一樣 要做大炮王 彭斯說謊的藝術 當然沒有特朗普那麼離地 他個人的作風就溫和很多 如果各位有看上次 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彭斯絕對沒有特朗普那麼傲慢 特朗普那些屬於狂妄的一類 美國歷史上都很少有 彭斯的政治是很保守的 這是很正常的 但他不是屬於黑人憎恨的一類 大選落敗 特朗普深有不甘 他的幕僚著Mark Meadows 就是被國會最近發傳票要求作證那個 就是他向特朗普獻雞 認為彭斯作為副總統 是有權推翻的選舉結果 但彭斯也不是坐視不理 原來他也靜靜雞 向法律專家得意見 加大柏克萊有一個 偏保守的法律教授 韓裔的John Yu 就告訴他 他是無權推翻的選舉結果 所以彭斯自己也心裡有數 他也不會揭露自己的底線 到點票那一刻 他就站在憲法那一邊 所以過去半個多世紀 我認為 最出名的幾個副總統 就是 尼克遜 Dan Quill 和彭斯 今個禮拜 說到這裡為止 下個禮拜再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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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